好,我們今天要介紹好簡單 也是來一個極短篇 非常容易理解的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 一個連接詞 以及一個 借氣詞片語 主題就是雖然 好的 那麼我們要特別注意 中文的使用習慣講 雖然如果說 但是 但是 可是在英文千萬不可以這樣使用 因為 英文的 but 它也是一個連接詞 所以我們在連接兩個句子的時候 只需要一個連接詞就好 最典型的錯誤是 有些同學會在這個地方加一個 but 請注意千萬不可以這樣使用 因為 although 本身 就包含了雖然 但是 的意思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句 雖然雨下很大 我們還是非常 我們還是 假期還是玩得非常開心 我們再看第二句 I didn't get a job although I had the necessary qualifications 我沒有得到這份工作 雖然說 我有 我資格都符合 I have the necessary qualifications necessary是必要的 就是說我資格都符合的意思 我們先看這兩句 主要是要告訴各位同學 ofel句跟另外一個 那個跟主要句的順序 是可以調換的 我們可以先講這一句 也可以先講這一句 那麼在書寫上面要特別注意 ofel在頭的時候 我們會需要一個 though號在這邊 可是我們在這邊 並沒有發現 though號 好 請記得 如果你先講這一句號 我就不需要 though號了 OK 好 這是我們的結構 非常非常的簡單 好 那 可是我們看到下面這兩個句子呢 我發現到有紅色的 這一個 好 請注意他的翻譯 另外一個是 in spite of 這兩個是同義字 他們是介系詞 那我們要特別注意的一個觀念 這個對於要考 尤其是要考抽一個同學 你要特別聽清楚了 我們在介系詞的後面 請你不要接句子 介系詞後面是可以接此句 但是不可以接一個完整的獨立句 像這邊看到 you ran a lot 跟enjoy the holiday 它就是一個句子 我們不可以直接把它放下來 是絕對絕對絕對是不可以的 如果你這樣用的話 其實我還是聽得懂 只是結構是錯亂的 好 我們看一下 如果要把它改成 despite 或是in spite of 要怎麼寫呢 比較容易 總之你後面 就告訴你 加名詞就好了 就可以解決到問題了 好 就講 despite the rain 或者是 in spite of the rain 後面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OK We enjoy the holiday 再來這邊 I didn't get a job despite having the necessary complication 請看到 我用having 在藍色這個地方 我寫到 oh that I have 可是 剛剛我們提到的 介系詞 這是介系詞 OK 那介系詞的後面 不可以接這樣句子的結構 是絕對絕對絕對不合理的 你要不就是接名詞 要不你可以接一個 動名詞在這個地方 那麼這樣子就是合理的 好 我們上面這兩句 就是這下面兩句的意涵 好 那在這個單元 我們講的非常非常的簡短 那事實上 如果說我們要在 despite跟inspite 後面要接詞句的話 它有一個句型 但是我們今天在這邊 並不特別講 只要能夠了解 眼接詞的後面 跟介系詞的後面 應該要接什麼 我們要一個清楚的觀念 這樣就可以了 以上 我們下次再見